张瑞辰设计师认为空间不分大小 即便是小空间 利用场景的穿透与叠层 创造出空间的广度与深度 同样也能营造宽敞充足的舒适预域 是二屏的有限空间 设计师利用开放式手法 将厨房及客厅宫领域结合 以白色的基调扎入温润的木质元素铺成空间 为了创造更大的空间 创造更大的收纳机能 沙发被抢看侧边都增加绘体 全空的设计借此消灭量体的沉重感 宝石红的中导在画龙点睛下成为了空间的亮点 利用中导延伸出一个用餐区 再加上吊轨设计 大大满足了厨房的机能性 设计师加入了一些巧思 借由格栅及木座线条分明出森林域空间 模子型设计引导至主卧室 从此穿透设计拉伸了空间的视觉效果 注入了机能在楼梯间 顺着来到夹层 开放实用的更衣间 加入了铁剑及挥波元素 让木浴后的屋主能在沙发取消气 并保养肌肤 张瑞成设计师 善于改变视觉焦点 创造开阔景深效果 让小平树发挥到江城效益 完美打造出舒适品味的宽阔窄居